好 还有一个跟这个中国大陆有关的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今天这个新闻也闹得很大 浙江海事局 稍后在中间画面中 你会看到官网上的写的 其实就是这样字非常少 5月24号突然丢了一个讯息 联合启瑞号在东海沉没 具体沉没当然是没有原因 官方也没有公布 那这一艘船是一个拖船 超过4000吨蛮大的大马力拖轮 沉没的位置是在 这个浙江舟山的东北海面 事故发生 它的航速突然从13节降到了7节 那当然因为刚好是在环台军演 刚好在环台军演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很多媒体就把环台军演 然后他们船就沉了 把这两个事情 故意把它兜在一起 不过大家注意到 一个是在台海 一个是在东海 位置不一样 而且这个是个拖船 这张军你怎么看 这有关系吗 我都认为跟这个台海的军演 一点都没有 联合力见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看到中间 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大陆海事局所公布的讯息 因为这个讯息出奇的少 照理说沉船是蛮严重 而且这个船很大 所以大家都想知道 沉船有多少人 打捞 原因 抢救等等 好像该要有很多的细节 但是因为都没有 正是因为它的字数这么少 讯息这么少 所以才引发了一连串的预测 那它是4000吨级的 如果它今天是有参与 这个联合力见演习的话 那它的位置不会在那个地方 在台海周边的海域 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个 我们看它这个船的任务的性质是什么 它是拖船 拖船 那它如果是油弹补给舰 这种补给船 有可能 或者是征调过来的民用的滚装货 那有可能 是拖船 你拖船的话来这边做 没有很多人这样想 你大陆这个军演 万一他们船坏掉 是不是要拖回去 那个船坏掉的话 如果是他今天派这个船过来的话 他船坏掉 一概来讲的话 他还有备用 备用轮机 在那边跑 不是说这个船坏掉 整个备用轮机 今天有作战 有作战 他拖船就会来了 可能因为这个船就被打了半场 就是没有实弹 没有实弹 他这个船根本都没有 所以他一般来讲 你滚装货人都还没有来 所以两区运输船舰也没有来 他今天全粹是围岛 围岛的话 他也没有演练说 我来登陆 登陆演习 来个登陆 或者是反登陆 没有嘛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 如果有登陆演习 或者是其他的 那可能这种登陆船 或者是其他的军舰 类似任务的性质 我们针对任务来看 就会出现 那今天拖船 我想它可能是 其他的因素 今天的拖船 是不是因为 他的重心不稳 或者是海象不佳 对 因为这么大一艘船 沉掉 这也应该是个特大事件 对 我认为 他可能因为重心不稳 重心不稳 因为人家重心不稳的话 我们当初看看 那个铁达尼号 那么大的那个盾位 就撞到一个冰山 说沉就沉了 那个时候讲的时候 这永不沉没 结果说永不沉没 一出航 而且铁达尼号 出航的第一天 算处女航 就在大西洋 撞上冰山沉没 那这一个我看到 你看 他前面的时候 是不是 他的 那个 我们知道 他前面的前围 是不是很大 后面是那么 那么的 平浅 那后面那么平浅的话 会不会造成 他是吃水线 你看他 离了吃水线 那么的近 你知道稍微有点倾斜 水就进来了 对 但张军 从目前的 少少的这些讯息 综合研判 加上你的军事专业 他应该跟这次军演是两码事 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看新闻的时候 还是回到专业 好 这个韩濱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新闻 一下子就登到了热搜的排行榜 这个榜首 因为华春莹 真的是不得了 你看到 这个他的这个图文并发 让大陆外交部的这个讯息 传播出现了新的一个气象 那在今天 大陆国务院公布 就是华春莹 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当然这个不让人意外 事实上这个林健 担任新发言人之后 大家就传出 华春莹可以更上层楼 因为他的编制已经满了 那华春莹担任这个发言人 到现在超过了11年 他的表现非常亮眼 事实上在习近平 最近出访当中 你看到队伍里面 都有华春莹 在那个长条桌上 也都有华春莹 这个王毅也是一样 重要的专访 旁边几乎都带着华春莹 你就知道这个华春莹的 这个表现 他的这个成绩 还有他的重要性 那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这个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中日韩峰会 我让韩斌一起讲 中日韩峰会 今天开始在南韩首尔举行 那发布了联合声明 在联合声明当中 这些强化区域合作 没有提到台海 当然李强 在之前的致辞中 是有讲到 那李强 跟这个岸田文雄会谈 然后就讲到 台湾议题是红线 在他跟岸田的时候 有讲到 然后希望日方 重信守诺 其实这句话也蛮重的 因为反译词就是 你向来不太守承诺 对不对 所以你要跟我谈 第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重信守诺 然后呢 韩国希望他解除水产品的限制 那中方就跟他提难的核污染水 所以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点僵在那里 那倒是韩方好像有些进展 同意事实举行外交安全会议 二加二对话也启动 然后影席月 当然给了中方想要的 就是一中立场不变 不过在此同时 很有意思 这个又有没有关系呢 同一个时间点 大陆海事部五月二十六号 到六月二号在黄海 黄海渤海举行军演 所以在环台军演 东部战区结束之后 北部战区立刻出动 包括林屋五 包括吴席舰等等 特别是有这个吴席舰的 这个演习的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蛮震撼的 所以有关联吗 华春莹我想他被提升 是早晚的事情 这个大家应该信头 都有输 因为他这几年表现 说真的还蛮抢眼 而且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上面 表现得不卑不亢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 他这种图文并茂的表达方式 其实我相信蛮吸睛的 跟过去大陆相对来说 比较平淡的那种表现方式 其实差别很大 那他也跟上时代 因为现在这个网路时代 就是要有图有真相 你有很多图 就让人家比较容易看得下去 比较容易体会你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对未来大陆的外交来讲 我想华春应该还是会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今天很快就升上热搜排行榜第一名 我相信大陆网友也蛮重视他这一则新闻 因为他的表现 据我所知大陆朋友对他的表现都是蛮称许的 那至于说 这个中日韩这个峰会呢 因为他是停了好多年才重新又办 那当然各方对这个是有期待 可是我认为大概就看看就好 因为我觉得你要有重大的突破可能性很低 比如说中日韩说 想要三个来签FTA 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很低 因为他们要求居然是说 日方的要求是 那个要比RCEP的自由度更宽广 我觉得这个 以现在美国大概完全不乐见 有这种事情出现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那当然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比如说日本就希望 中国大陆重新进水产品 可是你要进水产品 对中国大陆来讲 那就是你的核无安全你要先解决 那你不解决我为什么要进呢 那安田文雄提到台海的问题 李强就直接跟他讲 这是红线 你不能碰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尹锡悦这边呢 他主要就是希望 重新跟大陆台台FTA2.0 那我觉得因为 韩国这几年对大陆是 贸易逆差很严重 对啊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改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毕竟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他希望能够跟中国深入的去谈 怎么样让韩国的产品 能够重新在中国大陆立足 因为这几年韩国产品 退出中国大陆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我觉得对影学院来讲 他是有经济上的迫切需求 可是大陆恐怕也未必这么急 就是看你的反应怎么样 那当然对影学院来讲 重周之重还是北韩 因为北韩最近又要发射军事卫星 所以他们一直希望 大陆能够发挥影响力去 叫北韩不发射 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困难 因为现在在帮北韩的 其实是俄罗斯非常明确 俄罗斯的专家直接就进驻北韩了 直接去帮他们发射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 影学院想要的目标也不容易达成 所以我希望您在帮人 看你随时 让我们来看看 对 Ex-Bereza 到时候 撮在利益里面 小时